报道 渔民可能会提早收成或月东养殖 年底价格很有可能再涨一波 欢迎新闻 陈燕卫郭斯文 刘佩婷 台南报导 而台风原归虽然是已经远离台湾 但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东半部地区雨还是下个不停 而这个周末也将迎来入秋以来最有感的东北季风了 台北的温度恐怕会下探到16度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刘佩婷带我们了解 受到原归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东部连夜下起大雨 花莲县政府今天一早就宣布 部分地区因为雨势过大停班停客 台东的立道乌路村10月12晚上也宣布 今天停班停客 虽然原归台风逐渐远离台湾 但太平洋高压边缘形成的符合带通过 天气并未好转 东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气象局也针对花莲台东恒春半岛 及新北宜兰屏东山区发布 豪大雨特曝 因为南方云系北宜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 同时对花莲台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 包括原归台风本身 以及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一带 是一个属于比较大地压带的部分 那整个风场上 是吹着比较东南风到台湾这边 那因此在这一带的整个海面上 明显的水汽 就源源不绝的往台湾方向移动 因此为我们的东半部地区持续带来显著的雨势 目前预估这个东北风来到台湾 当然是从北往南逐渐影响 所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大概在礼拜六的下午之后 到晚上这段期间就可以感觉到温度逐渐的在下降 那我们目前预估礼拜一的清晨前后 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低温大约19到21度 而中南部地区的低温则大约在22到25度 另外根据最新模拟模式显示 周六起到下周一入秋最有感的降温来了 因为有一波东北季风即将南下 气温会明显下降 北部空旷地区甚至最低温降到16、17度 台北市区恐怕降到只有18、19度 因封面东北部有雨被封面晴朗稳定 早晚温差大要留意义务的添加 降温之余也要注意 在南海接近越南一带 恐怕在周末时间会有另一个台风生成 目前看起来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只会带来明显偏南风的水汽 一旦生成将会是今年第20号台风 玛瑙 疫情过了一年多 全球的经济逐渐复苏 不过因为供应链的瓶颈加上通膨压力高涨 影响全球经济脱离疫情阴霾的速度 国际货币基金因此调降了2021年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从7月时预估的6%现在下修到5.9% 明年则是维持在4.9%不变 而台湾的部分不像中国还有日本经济成长被IMF给下修了 2021年经济逆势成长被上调到5.9% 详情连线国际中营记者陈范林 好的主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 预测全球2021年经济成长预估是5.9% 较7月预测的6%下调0.1个百分点 而2022年则维持在4.9% 主要是因为供应中断还有低收入开发中国家的疫情拖累整体经济 在个别国家方面 IMF预测美国2021年经济成长较7月预测数字下调1个百分点来到6.0% 2022年则上调0.3个百分点预估在5.2% 欧元区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修正到5.0% 较7月时上修0.4个百分点 2022年则维持在4.3%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不像中国跟日本经济成长被IMF下修 2021年的经济成长反而逆势成长 从4月预估的4.7%上调到5.9% 上调幅度来到1.2个百分点 预估明年的经济成长将来到3.3% IMF在报告中警告通货膨胀仍然在高点徘徊 若是疫情引起的工序不均持续时间比预期还要长 通货膨胀的风险可能会成为现实 提醒央行如果复苏比预期还要快 应该迅速采取行动 避免通膨预期上升的风险加剧 由于全球的晶片持续短缺 苹果公司也逃不了缺料的命运 可能会影响到iPhone13的出货 彭博社就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 苹果恐怕会减产iPhone13的系列机种 今年产量最高可能会砍单 一千万只详情连线国际中心记者 陈范宁 好的主播 可以看到就算贸与排队也交不习果粉的热情 就是要买到iPhone13 不过还没有买到的民众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有消息人士透露 苹果也躲不过全球晶片短缺 跟供应链中断问题 将减产iPhone13系列机种 产量最高可能下坎一千万只 有报道指出 苹果原先预计在今年的十月到十二月 生产九千万只iPhone13 但是因为长期合作的无线组件供应商 博通跟荧幕部件厂商德州仪器 无法提供足够的零件 导致新机的总产量只能降低 目前客户若是下单iPhone13 Pro 跟iPhone13 Pro Max机型 至少要一个月后才能交货 甚至有几间美国的零售店 根本无法供货 另外除了iPhone供应紧张之外 像是Apple Watch跟其他产品 恐怕也会因为这一波晶片短缺的冲击 出现发货延迟或是缺货的情形 产品生不出来 除了让苹果向客户交货新机的压力增加 苹果的股价在12日盘后交易 也应声下跌超过1% 不过有媒体报道 苹果原先的九千万只产量目标 和去年的iPhone12系列产量相比 已经增加了20% 就算真的减产了一千万只的iPhone13 产量还是高于去年水准 这本新任首相走青台路线的岸田文雄上任之后 全党更是直接表明挺台的立场 在12日公布的竞选文宣当中 直接在外交政策的政见上面 写到欢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并且支持台湾参加WHO 自民党政调会会长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 公布了10月31号举行投开票的众议院选举证件 证件包括八大面向 除了防疫策略 新资本主义 经济安全保障跟外交国防等 证件中点出了坚守民主法治价值 国际秩序的稳定 有必要进一步的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 并以美日同盟为基础 与台湾欧洲东南亚国家协会等合作 引人注目的是 政见上明确的写道 欢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表示将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WHO 而在安保方面 日本也对中国不断扩张的威胁 以及在钓鱼台跟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频繁保持警戒 指责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在政见中声援台湾有台立场鲜明 G2012号的时候举行了线上领导人特别峰会 讨论阿富汗的问题 先前已经跟塔利班的官员会面讨论经济议题的欧盟官员 在G20的会上得到了支持 随即就宣布了提供一项10亿欧元 相当是台币300多亿的援助计划要给阿富汗 避免人道灾难 不过欧盟也就强调了 这不代表已经承认了塔利班的政权 塔利班官员近日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哭穷 表明极缺钱需要国际社会帮帮忙 跟美国官员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会谈之后 塔利班代表也跟欧盟代表见面 欧盟随即宣布 11亿欧元相当于324亿新台币的人道援助方案 避免阿富汗发生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以及社会经济崩溃 现在, what the EU commission has said very clearly is that this 1 billion euro aid package will be handed out to international aid organization local aid groups on the ground and it is not meant for the Taliban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very clear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in particular women's rights in the country is still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they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girls are being prevented from going to school and women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return to work 欧盟方面话也说得很白 承诺援助不等于承认塔利班政权 只是认为阿富汗人 不应该为塔利班的行为付出代价 同时欧盟也不希望看到 因为经济困顿 引发大批难民涌向欧盟成员国 针对11欧元的援助方案 除了援助疫苗接种跟庇护所 保护平民和维护人权之外 将会支持在阿富汗当地的国际组织 协助阿富汗邻国 对于出逃阿富汗的人民 提供安全保障 9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当地的时间12号 前往西敏寺来参加礼拜 不过呢 却可以看到她罕见在公开场合 使用了手杖 这也是她第一次在公开的活动上面 使用手杖 不远让外界担心女王的健康状况 详情连线记者陈范宁 哈喽主播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一下车先跟大家打招呼致意 只不过下一秒 就看到安妮公主 把一只黑色的手杖递给女王 画面十分罕见 高龄95岁的女王12号前往伦敦西敏寺出席礼拜活动时 住着手杖现身 这也是她几十年来第一次在重大公开活动中使用手杖露面 就连在这个月初参加运动会开幕时 也是一个人拿着圣火火炬看起来身体没有问题 距离女王上一次被拍到使用拐杖是在2004年接受膝盖手术之后 可是当时女王并没有公开露面 这一次助手杖参加活动 引发英国各界对女王健康状况的担忧 不过目前白金汉宫 并没有针对女王使用手杖的原因跟健康状况做出回应 伊丽莎白二世身为英国时尚在位最久君主 就算年迈但健康状况一直都算良好 只有在2013年曾经因为肠胃炎短暂住院过 印尼在去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 政府严格落实全民抗疫将疫情阻绝于境外 那疫情受到严格的控制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降至1000以下 亚加达台湾学校在11日高中部跟幼儿园分别开课 那未来初中还有小学也会逐渐返校上课 印尼卫福部自1月13号启动接种计划 为1.8亿人施打疫苗 更是严格的落实 全民抗疫将疫情阻绝于境外 各地政府对大型的商场 商店 娱乐场所 餐厅青森市机场火车站巴士站 加强防治措施 疫情受到控制 每单日确诊病例降至1000以下 亚加达省政府表示 随着疫情的转换 先前因为疫情因素许多的学校实施线上教学 如今疫情趋缓 各学校恢复实体上课 学生也陆续回到教室 目前所核准的是高中部跟幼儿园 所以我们学校目前 礼拜一礼拜三各有一班的同学 回到学校来 那幼儿园的话 一三五各有两班的同学 回到学校来上课 那未来会陆陆续续的逐渐开放 像我们学校的初中部 还有小学部也会陆陆续续的开放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来学校上课 因为就可以见到同学 然后比较觉得比较开心的感觉 不会比较无聊 很久没有现实上课 所以有点觉得有点压力 在疫情的时候 在家里学习我觉得有点难 不能看到老师还有同学 然后有时候网络有问题 就不能上课 学校考量防疫担心感染疫情风险 学生的座位需保持1.5公尺的距离 及班级人数上限等规范 希望疫情尽快地过去 让学校校园生活回到正常状态 华语新闻负一倩 亚家达采访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要来关注到疫苗接种 又出现乱象 台北市议员林颖梦爆料 北市府竟然将日本 捐赠台湾的AZ疫苗 放到过期 甚至还施打到民众身上 这是一对夫妻 他们在10月4号 上网预约打疫苗 但10月8号到大安区诊所 接种时 没想到时候上网一查 却发现 打到10月3号就到期的疫苗 等于是过期5天了 但对此副市长蔡炳坤 驳斥说 这批疫苗早在10月2号 就施打完毕 双方各说各话 疫苗接种站外头 大牌长龙 就算下雨 民众撑伞照牌 北市65岁以上长者 莫德纳第二季开打 花博接种站 爆发乱象 现场抱怨声四起 甚至就连副市长蔡炳坤 到场视察 还有民众突然对他爆粗口 但乌漏偏缝连夜雨 有议员爆料 北市竟把日本政台的AZ疫苗 放到过期打在民众身上 当时这两位民众 10月4号预约到大安区的 中心综合医院接种AZ疫苗 10月8号施打完毕后 上网一查 竟发现打到过期5天 批号K004C 由日本赠送台湾的友情疫苗 但北市驳斥所有疫苗都在10月2号前 就施打完毕 并没有说这一批AZ疫苗 我们放到过期 效期到10月3号 到10月3号 那这一批疫苗是日本所送 从我们接到到它的效期结束 大概是两周的时间 所以到10月2号等于它的这个 全部都接种完毕 我想它更应该要好好测查 究竟是系统的问题呢 还是医院的问题呢 医院没有如实去通报吗 等等的 竟然还把这些过期的疫苗 注射在人体身上的这样的情况 到底有没有过期疫苗 却让民众施打 市府跟议员各说各话 不过关系到民众健康安全 势必要查个清楚才能安心 欢迎新闻江波维拉平区 以太会报道 而立委陈柏维的罢免案 将在23号投票 未来要扭转颓势 陈柏维他启动了百时苦行的行动 今天清晨6点 天都还没亮 就在毛毛细雨中 从乌日服务处出发 好 这第一天呢 他要一连走12个小时 甚至连陈柏维的母亲 也出面给儿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陈柏维强调 面对这段时间的不实指控 心情很平静 并重申现在的罢免案 就是2020选举的延伸 绝对要反 恶意罢免到底 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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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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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6点 立委陈柏维已经整装完毕 要从乌日服务处出发 启动百日苦行 要步行选区大街小巷 从去年7月份 就有人说要罢免我 到现在 最后的十天 心情却显得意外的平静 民主最后一礼路了 这个用双脚 来表达对乡亲还有土地的感谢 跟大家打打招呼 然后看看选区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地方走走 陈柏维 加油 谢谢 带柏维的表示 谢谢 高喊加油支持者透枣就等在路口 要当面替陈柏维加油打气 甚至还有支持者专程从台北南下 除了支持者暖心加油 陈柏维妈妈也现身了 那个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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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面就先来个大拥抱 不断安慰没事 因为面对十月二十三日的罢免案 妈妈真的很担心 有家人作为坚强后盾 陈柏维也公开分享这段时间的心情